停過罷免危機 金融市長謝國良馬不停蹄 立刻展開車掃卸票 12萬塊的總之 謝謝大家 2票 4票 謝國良又是鞠躬又是感謝 親自擔任麥克風手 這回罷免案開票結果 總統一票數69,934 不同一票數為86014票 投票率50.44% 謝國良7個行政區 全拿下勝利 守住執政江山 這一場選戰的確他的過程 並不是非常的容易 但是我的信仰 也一路扶持我 讓我能夠走到今天 所以我也希望他的愛 能夠充滿了這座城市 以及所有的家庭 謝國良兩度哽咽 畢竟這一仗真的不容易 雖然金融基本盤藍大於綠 但謝國良不敢大意 決戰時刻請出王牌 禿子燕子漢子合體催票 透過熱戰壓制拆良房企業 罷免的公民團體 我們也要表達誠摯的感謝 其實這次的選舉 他們並沒有輸 總統大選之後 首場藍綠對決 國民黨先拿下一勝 當主席朱立倫說 基隆市民阻擋民進黨 用仇恨報復的方式傷害基隆 傷害民主 還有立法院長韓國瑜獻上八字 謝謝基隆祝福台灣 而民進黨表示 正常罷免過程 在面對資源極度不對稱下 仍充分展現功名自覺的力量 謝國良不應感到歡心 而是因懷抱警惕的心 專心回歸市政 謝國良罷免案 拆樑過樑對撞 彼此吹出基本盤 雙方廝殺到最後一刻 最終謝國良守住基隆市長寶座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